我覺得男人講風浪話是 全世界這個最快樂的事情之一啦 誰幹嘛這樣講啊 你又去賤 我跟妳講 賤命 沒有吧 你怎麼會這樣 有 有 有 那但是我會因為你這句話 我去 我如果這樣尋短了呢 那你就誰尋短了 不是 如果你這樣尋短 如果你這樣尋短 你要掛掉喔 你如果沒掛 我們還會繼續吐 沒錯 活該 死又死不了 假死 這內心不夠堅強 如果我今天真的出事 你會這樣講 你就死了算了嗎 你 沒有 你撞車的 你撞車的 為什麼撞車 對啊 我失戀 然後喝太多了 活該 失戀開什麼車子 最好事啦 對不對 一起拍戲的工作的藝人 就是曉宗 曉宗 曉宗 他每次安慰我 也安慰得不到位 是 因為我很不好 我說 他說 哎 馬六 哎 馬六 你現在最近怎麼樣 我說 最近還不是都這樣子啊 混口飯吃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對 反正你一直都這樣 而且你那麼壯 你怕什麼 當然你可以去搬家 OK的啊 而且你會調酒 我還不會調酒耶 你這樣開個酒還OK的啊 你不能怪他 因為他之前幾個戀情 被我們講成什麼樣子 可是我對他很尊重 剛剛啊 他說他勝貴 你非常認同 從哪一方面看出來 我去過他們家的那個房子啊 一進去就勝貴啊 我進去勝貴房了啊 勝貴 最好是 一進去就勝貴房了啊 廁所外露 雞雞外露 勝貴房是什麼原因 然後床右對門 就是 就完蛋了 那他找卸就算了 長得這麼高 真的看不出來 真的沒有 空有這身材 你現在和我最近跟他講的嗎 我們家連狗都快掛了 我很難過 打架給他掛了 走了就走了 那麼 食尚你 你這樣講 我會講 太遠了 對 走了是不是 好 不要難過 不要哭嘛 再兩隻 再兩隻嘛 有沒有小 再兩隻 對 就這樣 那狗也就算了 他這個 平常跟老婆有點口角什麼的 他就 離了嘛 對 對 這樣怎麼會這麼樣子啊 不是 就這樣 他也有個女朋友 兩個很好 有人玩 走 我們出去玩嘛 不是 我今天玩了 走了嘛 是不是兄弟看這一次了嘛 我跟你講這個女人 如果說他不讓一天出來 他就不愛你 我們走 結果當天晚上被打二十九八十 其實還講這種話的 他算是最會講的 沒有...他 彭哥愛講 彭哥的每個動作 每個眼神 就是風涼化 那你那就是 你是根深蒂固的 你看起來就風涼就是了 他舉個力來說 舉個力來說 他的太陽鏡一插 看你 知道吧 那個眼神 有一次我出車禍 騎重機你知道吧 轉個彎 拐下去 整個手脫臼 脫臼還來錄 報紙有燈喔 彭哥一看到我 脫臼啊 VN900你問過我沒有啊 你就是要怎麼壓 你怎麼會這麼壓 壓你個屁了吧 你該告訴我怎麼去哪邊 修車子 你怎麼會壓 VN900 你VN19就可以啦 VN900 我的話是脫臼的 所以彭哥 好啦好啦 不然呢 怎麼會這樣 不然那個力度不好 還弄車子 紅燈客槍 本來就是啦 本來就是啦 你跟他 彭哥 我老婆又生氣了 又吵起來 對 就是你 離了嘛 不然 把他打一頓 把他打一頓啊 把他打一頓 對 把他打一頓 因為不關他們的 這個我跟你講 我根本就是把他媽 一腳就給他了 講了就講了 對 那我要怎麼辦 不是 我能講什麼 好啦 不要難過了啦 你把聲音跟我講一下 聽到一半就睡著了 因為夫妻吵架就是一定的 然後對 他就是對 好 給我打一頓 離了還是什麼 然後沈玉琳不是 我跟你講 你家在玩裡面下毒 毒死他的玩包蛋 你看這個我 這個我告訴你 你把他打到打 是不是全部打到打 玉琳哥很厲害 棉被給他砍給他 給他打一頓這樣 對 所以我要跟這些人講什麼 玉琳哥講這個真的很厲害 而且講得你會很開心 我跟我女朋友有兩個 請你說說 我們兩個就要回台北 然後就玉琳哥看到就說 蛤 你們現在回去喔 我說對啊 可是小哈不是 你其實反正你那個 飯店錢也付了 後面餐廳錢也都付了 那你這樣回去 不是很撩嗎 我說不管啦 不管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啦 小哈 那不然你一個人回去 反正你飯店錢啊 餐廳錢也都付了 我現在叫Paul趕快趕下來 反而他女朋友 反而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不在台灣 他也蠻喜歡你女朋友 我叫Paul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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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男人之間 在一見面就這麼愛攪婚人 我覺得 我覺得是那種 吃酸葡萄的心態 見不得人家好 不是 我們講很少講人家好的 沒有 可是有時候我會去安慰人家 或者是 不是 比如說你好 我們就好 我給你鼓掌 可是 我們就期待你壞那一天 為什麼 可是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見不得人家好 看別人開超跑 我就在車上罵 拖下來打 你 對啊 我去車上來不爽 看別人開超跑 是 那人家是 一定什麼對不對 他這麼高 站起來 這不見身體的問題 這樣子 一人在 腦下垂體發育不了 那個 名表 吃軟飯了 對啊 就是我們講見人家 大概就這樣子 就羨慕人家 對啊 他講人家風涼話 他還有錢賺 我們在節目上會講說 我們就講什麼當兵什麼 他說 你講你以前幹嘛 現在當兵一個禮拜就搞定 你還講那麼多幹嘛 現在舒服得很 你當兵沒有像以前那樣子 你老婆的朋友都是身體不舒服的 不是 一個禮拜就搞定了 現在很多當兵不是 什麼一個禮拜的兵 或是不然就是自願意 不是那麼多 週休二日 對不對 一顆禮拜的兵 尤其是你跟他說 我們是火房以前 我們吃了些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以前多苦 他就覺得你不屌就對了 對 他就 那你會教訓他 你不了解 結婚前他會這樣嗎 會 那棒子打他 結婚前會這樣 這就是你教我的 對 然後他就說 我告訴你 結婚前會這樣 你幹嘛娶他呢 我跟你講 還以為結婚會變 當然是不會變 可是我每次吵架著 我就說 我跟你講 你要是康哥 他找去扁你 他說 你就是愛聽康哥的 我幹嘛開了 好不好哪去 他就這樣 我跟他們講 他們都幾乎 你們忽然都幾乎 鼻口出氣 他就問他 你叫潘濤 你才是 你還在玩嗎 我唱會 你怎麼會 車子 你還在做 你唱會 你唱會